婚礼当天,未婚妻迟迟没有出现,等了又等,却只等来一条短信,抱歉,她出了车祸,我得去照顾她。付出了这么多,可我还是输得彻底,哎,张玉你别着急啊。 我们都在给何香打电话,她应该是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这小兔崽子,怎么不接电话?我别着新郎树花,有些茫然,我和何香相恋四年,前几个月,我和她求了婚,我们的感情一直很稳定,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何香在婚礼当天,不知去向,我反倒有些害怕她是不是遭遇了什么危险。 但我只能按捺住交集的心情,先招呼已经来的宾客,怎么只有新郎站在这迎宾,新娘去哪了?不知道啊,好奇怪,宾客们的窃窃私语,不免传到我的耳朵里,离婚礼开始的时间越发近了,何香却迟迟没有来,我拿着手机,一遍又一遍地给她打电话,叮咚一声,一条消息映入我的眼里, 张玉,张玉,不好意思,把婚礼推迟吧,我这里出了点状况,是何香发来的短信,我打电话过去,仍然无人接听,我的脑袋突然一阵刺痛,何香妈妈走过来扶住我。 小玉,你没事吧?别担心啊,何香应该马上就来了。不,她不会来了,因为我知道任务失败了,我的记忆恢复了。 原来我是一名穿越者,在原世界重病身亡,何系统签订契约来到这里,我的任务是和女主何香成功结婚,随后,我的记忆被清除,我成为了何家隔壁,张玉家的小儿子。 我真正的在这个世界活了二十三年,我也真正的爱了何香五年,我蹲下的那一刻,清晰地听到系统的声音,宿主对张玉的攻略失败,惩罚是记忆逐渐消除。 我不知道是什么记忆,是关于妈妈的,爸爸的,或是何香的,小玉,你怎么流泪了? 我抬头看向妈妈,摇摇头,只是没想到,我和何香这么多年的感情,仍然比不过她出国一年遇见的白月光。 许微,其实一切都有记可循,在我们约会时,她不时瞟向手机的眼神,在我们拥抱时, 她突然勾起的嘴角,是想起许微了吧,我其实一直知道她和许微没有断了联系,但之前我也觉得何香不会这样。 其实男人,在面对心爱的女人,也会很细心,妈妈担忧地看着我,张玉,你别生气,只是推迟了婚礼,听说何香有朋友出了车祸,没人照顾,所以,妈,解除婚约吧,她不会回来的。 我摇摇头,是她前男友出了车祸,何香还对她前男友有旧情的。 我知道,我争不过许微,因为许微才是这个世界的男主,何香的官配,只不过他们分手后,我趁虚而入罢了。 毕竟我一个外来者,怎么抵挡得了男女主之间的磁场湘西,我和何香这么多年的感情,都比不过他们在国外一年的感情。 这就是证据,所以我不可能等到她的,妈妈听到我的话,瞬间冷了脸色,好啊,这何家,这么多年的交情,是把我们家当什么,别担心儿子,妈妈让他们来说清楚,必须给我们家说清楚。 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了,毕竟我已经任务失败,就让何香去找她想要的吧,我也没什么能为她做的,毕竟我的记忆,马上就要残缺了。 却没想到,我劝阻住妈妈,隔天何香的父母还是登门拜访了,我妈抱着双臂,看着进门的何家父母和何香的弟弟冷哼一声。 我的心脏还是有些疼,何香居然还没回来嘛,他居然还在照顾许薇,何香爸爸走过来,有些尴尬,笑着握着我的手说,真不好意思啊,张玉,何香也没和我们联系,只是说他去照顾一个出车祸的朋友,他说他那个朋友无父无母没人照顾,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这句话表面好听,实际上却是在道德绑架我,自己心爱的女生为了照顾前男友不惜推迟婚礼,怎么可能不介意呢? 我冷得神色,叔叔阿姨,何香不是去照顾他的朋友,是去照顾他的前男友,我也没打算推迟婚礼,直接解除婚约吧。 毕竟何香看起来,心也不在我身上了。 何叔脸一讲,甘笑道,小玉,不然你再考虑考虑,毕竟我们两家都知根知底,你们好了这么多年,我肯定会让何香回来的,我肯定会好好教育小香的。 你再考虑考虑,我知道,他们不肯解除婚约,未必是真的想要我这个女婿,不过是张家和何家有很多生意上的往来,怕对生意有影响罢了。 何叔,我和何香解除婚约并不会影响两家的关系,你不必担心。 这只是我和何香两人之间的事情,毕竟都不重要了。 何香爸妈看我心意已决,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挥挥手告辞了,临走时,何香弟弟何瑞拉着我的手说,雨哥,你别生气。 这是姐姐的不对,我回去肯定骂她。 我笑着摸摸她的头,这倒是没白疼她,之前我去喝家玩,常常给何瑞带些玩的吃的,当时总想着爱屋及乌,她便也亲我,但在这件事情上,她什么都不知道,却站在我这边,倒是让我心里温暖许多,谢谢何瑞,但是也不用骂你姐姐,没什么必要了。 妈,我去休息了,说完,我走上了楼梯。 自从任务失败后,我的记忆真的模糊了许多,有些陈年往事之前记得十分清楚,现在反倒忘了,进了房间,我突然收到了何香的消息,你在任性什么? 我退市婚礼,只是因为许薇现在还在ICU里,她可是生死未卜啊。 张玉,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 志气什么? 你居然想解除婚约? 好,张玉,希望这不是你的气话,你不要后悔。 我看着这些信息,心脏抽疼起来,原来我的心也会疼,许薇是性命垂危,但我知道她会挺过来,毕竟她是这个世界集合气韵一身的男主。 我就可以被背叛吗?我听说何香被她爸爸骂了个狗屑临头,让她回家,她才不情不愿回家,回家后还和爸妈大吵了一架,还是有些幸灾乐祸的,毕竟还是她先抛弃了我。 却没想到何香居然还来约我见面,我思索半想,决定还是去吧,又何妨呢,在还记得的时候,多看看她吧。 却没想到何香和我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她的质疑,是不是你把我的事告诉我爸的? 你干什么?你明明知道许薇她,我不知道。 我打断她,苦涩在心中蔓延,我只知道你在我们的婚礼上离开,你逃婚了。 你留我一个人,面对满堂的宾客,一个个解释。 解释什么呢? 何香,解释你为了你的前男友,想要推施婚礼吗? 何香,我才是你男朋友。 我突然想起,我和何香还在暧昧的时候,还是高中,我却也已经被她吸引,可能也有系统的功劳,我无法控制地喜欢上了她,眼神不断追随着她,我喜欢看她在操场上和朋友散步,喜欢看她在遇到难题时苦恼的表情,我忍不住靠近她,直到高考后,我向何香表白了,我很惊喜,她接受了我的表白。 说也喜欢我,但是以前的种种甜蜜,都在她去找许薇时,变成了泡沫,我甚至忍不住想,要是许薇就死在车祸里就好了,这样,我的任务就能成功,何香就不会走。 但是我知道,即使没有许薇,还会有李薇,刘薇,我只是一个任务的失败者,一个彻底的配角。 张玉,你能不能不要乱吃醋啊? 是,我和许薇有一段感情,但是那都是以前了,我们现在只是朋友。 何香的脸上满是不耐烦,像是面对不可理喻的丈夫,你真的当她是朋友? 你以为我不知道,她回国时,你在家精心搭配衣服,只为去接机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她打电话打到凌晨吗? 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心里,对她是什么感情吗? 我步步紧逼,何香沉默后退,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我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每天心惊胆战的男人了呢? 便算了吧,我轻轻抱住何香,我替你说,你对许薇还是有旧情。 你忘不了在美国她照顾你的那一年,何香,算了,你去找她吧,祝你永远漂亮。 只希望你不要后悔,我还记得有一次何香生日,我准备了一个玩偶,那个玩偶只有国外才有,我费尽周折才拿到了它,在何香的生日上送给它。 没想到,因为太过紧张,我将祝你生日快乐说成了祝你永远漂亮,我耳朵红了,何香却轻笑起来,张玉,谢谢你,这是我收到过最独特最美好的祝福,这也是我的愿望。 所以在几年后的今天,我也送她这个祝福,何香皱起眉头,张玉,你能不能不要和小孩子一样打感情牌? 我当时就是说着玩的,都长这么大了,你怎么还这么不稳重呢? 你这样,我真的感觉压力很大。 我的身体好像被她的话撕裂了,一阵风吹进来。 我的心好像空了,原来,她只以为我在打感情牌,原来,不爱和爱这么明显。 三,我突然心里有了个恶劣的想法,我要以我自己为代价,开展一场暴富。 要是到时候,何香发现我不认识她了,她会是什么心情呢?即使她会悔恨,会伤心,那又怎么样? 我就是要她后悔,谁让她这个时候让我这么难过? 我有些关于何香的记忆开始模糊了,最先发现的是我的妈妈。 你知道不,你高中的时候,可爱和何香一起玩了。 你还经常约她来我们家吃饭呢? 哎,我们两家也是因为你们,才越走越近的。 可惜,高中,何香,哦,我费尽脑汁想起这段记忆,看来,记忆已经在慢慢清楚了。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何芮突然来找我,看起来急匆匆的,张宇哥,我姐在家里闹自杀了。 我还是去了何家,看到他们家正一团乱,你给我下来。 小香,你这是做什么,你这是在喊我们的心。 我看见何香坐在窗台上,看起来很危险,他父母在楼底下焦急地呼喊。 这是做什么,消防员早在楼道暗处潜伏着,何香在上面气红了眼,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出门,凭什么不让我去看许薇,他还在病房里。 你。 何香爸爸说不出话来,我赶忙上前扶住他,毕竟还有交情在,我还得尊称一声和书,何香一分神,被救了下来,人们散去。 何香突然过来朝我吼道,张玉,是不是你,你凭什么这样,是不是你让我爸妈囚禁我的,你怎么这么恶毒啊,我看错你了,我就不应该和你在一起。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的肺好像开始疼了,好像带动了五脏六腑,像有刀在我身上来回抽动,你就是想通过我爸妈威胁我吧。 我的心好像不会痛了,因为没有希望了,我对何香彻彻底底失望了,我没有。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张玉,我身体里的空气好像越来越稀薄,我眼前突然一黑,我睁开眼睛,一片洁白,我晕倒了,我沉沉叹了一口气,果然,兵败如山倒,你感觉怎么样? 我看见一位女医生走进来,感觉不错,现在就可以出院,她像是被我逗笑。 没眼弯起,何香一次也没来看过我,听说她和家里大闹一通,毒气说要和许薇结婚,田爸坚决不同意,何家现在极犬不宁,我了解到女医生叫林珠,我笑着说她这个名字像珍宝,她也笑笑地看着我,眼里透露出欣赏,出院后,她也常常约我出去喝茶喝咖啡,我好像隐约感受到了她的意思。 毕竟我以前也是这么追合香的,眼睛里藏不住的喜悦和爱慕,原来这么明显,但我现在着实没有想法,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因为我不确定,记忆的清楚会不会对我的生活带来影响,终于在一天,她和我表了白,张玉,我对你很有好感。 我想和你试试,做我男朋友吧,果然成年人都喜欢心照不宣,我看着她摸了摸她的头,小猪,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想法。 对不起,成年人的拒绝就是这么委婉又不过界,林珠像是意料之中,她一笑,那我们就先从朋友做起,我等得起。 张玉,一抬头,我居然看见了何香,我好像快要忘记她的长相了,突然看见居然有些陌生。 想了半天才想起来,这个女生是谁,何香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张玉,你什么意思? 你为了气我居然去找别的女人,你凭什么勾引她,她是我未婚妇。 我淡淡地打断何香,何香,你忘了吗? 我们的婚约已经作废了。 我不同意 我突然觉得有些没意思 何香 请你记得 是你说你喜欢许葳 你现在这样 又是什么意思 何香的脸一浆 出现了尴尬的神色 我的心好像没这么疼了 林珠在我和何香身上扫视 像是明白什么恍然大悟 张玉 我知道 你是故意为了气我的吧 因为我之前的行为 可是我最开始本来想的是推迟婚礼 本来我和许葳只是朋友 我哑然 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说 毕竟何香已经认定了 何香 请你和我的朋友道歉 我看到何香眼睛红了 他愤怒地瞪了我一眼 转身就走 可是何香 不是你先抛弃我的吗 我听说何香将腿脚不变 还没恢复的许葳 带回了家里照顾 何香爸妈被气得吃不下饭 闭门不出 单方面和何香断了联系 却没想到 我出门散布间隙 居然遇到了许葳 我看他一瘸一拐 同情心作祟 扶了他一把 谢谢 张玉 我疑惑 许葳怎么认识我的 我认识许葳 纯粹是因为他是我们高中的风云人物 听说父母双亡 是靠好心人资助才出的国 想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何香爸妈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许葳面露尴尬 不好意思 张玉 我不是故意要破坏你们的婚礼 只是我不小心按错了电话 现在没地方去 只好我无所谓的点点头 拍了拍他的肩 照顾好何香 他不喜欢酸的东西 喜欢一切芒果类制品 哎 是谁喜欢这些东西来着 我怎么对一个人的喜好这么清楚 我突然感觉茫然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摇摇头 看向许葳 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可得休息好了 我交代完 拍拍屁股走了 他怎么 不是说何香吗 我疑惑 何香是谁 回家路上 一辆摩托车急迟过来 我躲闪不及 被撞到 醒来又是在医院 又见面了 我开玩笑似的对林珠说 我倒希望永远不要在这看到你呢 我感受到右腿被石膏包裹 看来得好久不能下地了 我看到我爸妈走进来 小玉 别担心 就是有点轻微骨折 撞到你的人肇事逃逸 你爸已经去查监控了 我有些哭笑不得 居然轮到父母安慰我了 突然 门被推开 和叔叔和何姨一大家子走了进来 张玉啊 我知道你最近因为小香费了很多心 你别担心我会教育她的 即使你们婚约已经解除 我知道你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妈打断和叔 解除婚约了就再没有关系了 小玉也早就放下了 我听不懂他们的对话 何香 是谁 我秉持着有问题就问的态度 问了句 妈 何香是谁 我和她是什么关系啊 啊 莫不是摔到脑袋了吧 我妈紧张地盯着我 病房又一团乱起来 我被按着检查了好一会 结果很正常 只需要好好仰腿 喝书眼巴巴地看着我 张玉啊 你真忘了 何香啊 你们在一起四年前一阵子 打算结婚的 我茫然地摇摇头 我是真不记得了 我妈走进来 有些生气地打断 好了何香罢 不管我儿子怎么样了 你女儿让我儿子在婚礼上下不来台是不争的事实 婚约早就解除了 你这个时候提是不是有些趁人之危 我看着我妈将尴尬的何叔打发走 摸了摸脑袋 我记得何叔只有一个儿子何瑞 才上初中 怎么在他们口中 何叔还有个女儿 还和我要结婚了呢 第二天 我突然感觉有人叫我 张玉 张玉 你再不行我就走了 是谁打扰一个病人睡觉 我有些烦躁的皱眉 睁开了眼 一个女生正坐在我病床前 抱着双手坐着 听我爸说你不记得我了 张玉 这又是你耍的花样吗 你的手段可真多 为了气我的 我就知道你还是放不下 这样吧 你向我道歉 我就重新和你在一起 她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得意 我疑惑 怎么病床前的这个女生说的话 前言不搭后语 我看她要上手抓我 赶忙摆摆手 不好意思啊 我不认识你 你再这样我就要按铃了 我脸色冷了下来 她脸色突然一僵 随机又有些生气 张玉 你要演到什么时候 我都低头了 你还这样 可以 你不要后悔 她瞪我一眼 转身走了 我摸了摸鼻子 这有什么好后悔的 我知道她是何香 毕竟看她的态度 便能猜得出来 但结合她的态度我知道 可能我之前很爱她 但现在我对她 没有一丝一毫的的感情 她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陌生人 她不值得我爱 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忘了她 但这不是为一件好事 张玉 你感觉怎么样 你下午可以出院了 回家休养吧 林珠推门进来 手中拿着我的病例 我非常开心 终于可以出院了 这些天 我待在医院 无聊的要命 我感觉隔壁 一直半夜咳嗽的老大爷 都突然变得顺眼起来 这么多天没喝 我知道你 肯定嘴馋了 给你带了一瓶 我看着她手上的苹果汁 愣住了 你居然知道 我爱喝苹果汁 那当然 我每次约你出来 你都买 这次这么多天没喝 馋了吧 我看向林珠 她的眼里满是野鱼 没想到她居然这么细心 谢谢 林珠长相清冷 看起来很高冷 没想到人这么细心体贴 喝着酸甜的苹果汁 感觉真的很不错 我回家休养 闲着无聊 便天天和林珠聊天 和她也渐渐熟络 也是熟悉后才知道 我们居然是同大学的同专业 不过我比她大一届 我笑笑地开她玩笑 叫声学长好 学长 我敢叫你敢应 林珠也笑着看着我 林珠长相清冷声音 却甜甜的 听得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她提议一起回大学看看 我倒也许久没有出去逛逛了 我的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只是还不能走太快 便答应了她的邀请 我们一起走在校园的路上 一起谈笑 曾经熟悉的食堂操场 林珠看着我们学校的礼堂 突然笑了出来 你记得吗 你当时读研的时候 回来演讲 我挑了挑眉 你怎么知道 当时我保研上了青年大学研究生 并拿到直播名额 母校邀我回来演讲 正好那段时间空闲 便答应了 林珠看着我 笑得开怀 我当时就坐在下面看着你呢 听说有个很帅 很优秀的学长回来演讲 我立马就来了 当时可崇拜你了 我听了你的演讲打击雪 似的 每天狂读书 就为了向你看齐 那看来你考上青年大学医学研究生 也有我出的一份力 我开他玩笑 那当然 我那时候可就对你有好感了 问了好多人 都没打听到你的联系方式 所以当时在医院 遇见你 我还和我大学 设有说了呢 我看着林珠 她的眼睛闪闪发亮 看着像一只狡黠的狐狸 我突然感觉到心动了 喂她 喂林珠 过了几天 突然和叔叫我爸妈 和我一起去他家吃饭 看着有些赔罪的意思 我妈冷哼 觉得完全是马后炮行为 我倒是无所谓 毕竟现在和乡在我眼里 不过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只是一个过客 何况和叔待我不错 总不能落他的面子 我们便举家前往了 我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 气氛有些沉默 和叔率先举起酒杯 说了话 小玉 和叔替小乡给你赔罪 虽然你们缘分尽了 但是我知道这是我闺女的问题 我也喝下了酒 摇摇头 没事的喝书 反正我也不记得了 何香却突然冷哼一声 睁大眼睛瞪着我 看起来非常生气 张玉 很好玩是吗 和林珠一起逛学校 我冷下脸色 虽然不知道何香什么时候看到了我们 但她不该在我们两家吃饭时拿出来说 更何况 这和她有什么关系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记得我和你的什么事 即使我曾经和你有过婚约 但所有人都说是 你在婚礼上逃婚 我们也解除了婚约 我都说不认识你 为什么不能和别的女生发展 何香突然一巴掌甩在我的脸上 我握紧拳头 怎么 都到今天了 你还和我装 张玉 你真是好样的 行 你去和林珠结婚 我实话告诉你 我马上要和许薇结婚了 哦 我对她 何香抹了把发红的眼角 头也不回地走了 好奇怪的女人 我耸耸肩 我决定跟林珠表白了 她美丽大方又懂我 我喜欢上她了 我秘密谋划了好长一段时间 打算来一次盛大的告白仪式 因为我之前听到林珠说 她最喜欢仪式感 我约她去餐厅吃饭 吃完后 我们来到海边散步 她看到我布置的气球 有些惊讶 我笑着对她说 又想给你个惊喜 又想让你有点仪式感 所以我找了这里 林珠 在这段时间里 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你了 在你难过的时候 我也会难过 在你开心的时候 我也会开心 我嘴巴不会说太多话 做我女朋友好吗 好 林珠眼眶微红地扑进我怀里 我笑着抱住她 怎么美女医生这样就哭鼻子了 她轻垂我 我感觉没有一天没有比今天更好了 林珠怎么这么可爱呢 我和林珠腻歪半天 送她回家后也回了家 却在门口看见蹲在那里的河香 我皱了皱眉 心里头着实有些烦了 河香 你在这里干什么 她睁开眼睛 正正地看着我 我在朋友圈看到你和林珠的合照了 你们在一起了 是吗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你 不过 她的确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我忍不住男人心里的恶劣小心思 起了炫耀的心思 毕竟林珠这么优秀 哪个男人不想炫耀自己优秀的女朋友呢 她好像彻底心碎了 不再看我 转身走了 我也要和许薇结婚了 祝你百年好和 我倒也乐得自在 终于没人烦我 我和林珠的恋爱平淡 却也充满甜蜜 在我们都空闲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逛超市 一起买菜 一起做饭 我感觉我离不开林珠了 恋爱一年后 我和林珠求婚了 她很激动 笑着哭了 我之前还偷偷将林珠的照片拿给爸妈看 爸妈都觉得林珠漂亮大方 对这个儿媳妇特别满意 我妈笑着说 这个儿媳妇我喜欢 我也喜欢 但是小玉啊 你是真的忘记 和香了吗 我妈话风一转 小心翼翼问道 我无奈 怎么就没人相信我呢 这一年里 我妈一直旁敲侧击问我是不是真的忘了和香 妈 我最后一次说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 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她的记忆的 我妈看着我 叹了口气 随即又变得高兴起来 好 没事 忘了也好 她伤你太深 这个儿媳妇 妈赞成 几个月后 我和林珠结婚了 我也和林珠换了套房子 在别的小区安定了下来 她贤 宽容 是我理想中妻子的样子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她爱我 我也爱她 我很幸福 和香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明明最开始 她只是担心许薇的安危 所以想推施婚礼 毕竟许薇可是出了车祸 她无父无母 自己一个人可怎么办 所以当许薇给她打来电话时 她毫不犹豫的去了 和香觉得虽然自己有错 但张玉也不是完全没错 毕竟她只是想推施婚礼 张玉却直接取消了婚礼 最开始和香嗤嗤以鼻 毕竟张玉这么爱她 怎么可能真的取消婚礼呢 她的眼睛里明明还有爱意 所以和香觉得张玉无理取闹 得寸进尺 怕是要补了多久 张玉就要回来道歉了 她像是笃定张玉会回来找她 所以她不知悔改 毕竟张玉这么爱和香 直到有一天和香突然发现 张玉的眼睛里没有爱了 和香看着坐在病床上的张玉 突然有些悚然 她看向她的眼睛里 只有无尽的疏离和抗拒 像是在看陌生人 和香受不了 她觉得 凭什么张玉肯定在说气话 在生气 在演戏 可是和香也生气 她气张玉小度鸡肠 只因为一点小事 这明明就是一点小事而已 但是当和香发现 张玉开始新的生活 开始认识新的人 和香开始慌了 她想 不然这次就我先低头吧 等张玉回来后 她再好好折腾 让张玉向她认错 但她很快发现 爱她的张玉回不来了 站在她面前的张玉 好像是一个人生 从来没有和香的张玉 她真的害怕了 和香还是不死心 总觉得张玉在骗她 但她看着张玉和别的女人 谈了恋爱 结了婚 张玉不要她了 和香真正意识到了 和香突然后悔了 但她安慰自己 没关系 我还有许微 但是许微也走了 许微说 她更爱她的事业 当时只是打错了电话而已 和香不知道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哦 她一开始就错了 和香突然意识到 是她先抛弃张玉的 是她用语言伤害张玉 和香后悔了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爱她的张玉 永远回不来了 和香便每天混迹酒吧 因为她总觉得 可能这只是个梦吧 醒了周玉就回来了 和香死了 死于酒精中毒 听说和香后来整天酗酒 和家因为她吵翻了天 最后和叔和一心灰一冷 也不想再管她 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凉透了 这些都是听我爸妈说的 我还是有点唏嘘的 毕竟好端端的人就这么没了 看着这么高傲 最后却死得这么凄惨 但是每家有每家的日子要过 想想也就过了 我收拾好东西 打算去接林珠下班 老婆说 今天要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我其实知道是什么的 我看到她偷偷藏起来的运简单了 我要有孩子了 我真的很开心 我都想抱着林珠转上几圈 但是我也很喜欢她 为了给我惊喜而藏起来的样子 她真的很可爱 我爱她 请不吝点赞订阅